我们都知道,在二战结束之后,导弹已经成为现阶段各个军事强国对敌打击的主要手段之一,尤其是洲际弹道导弹更是被各国当作正国神器。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,世界上最早的弹道导弹是哪一款呢? 世界上最早使用于实战的弹道导弹是德国在二战期间所研制的V-2导弹。 这款导弹是德国著名的火箭专家冯布劳恩,带领一众科学家于1944年所研制出来。 这款导弹全长14米,最大射程320千米,半径约为1.7米,能够携带750公斤左右的烈性炸药。 1944年6月,V-2导弹成功完成实验发射,并且于9月正式部署德国军队。 在随后半年的时间里,德国累计向英国、比利时等国家发射了超过3700枚V-2导弹。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款弹道式导弹,V-2导弹的性能非常的差,尤其是命中精度更是低得惊人。 但是即便如此,对于当时的盟军来说,这样的导弹依旧是一款非常神秘的武器。 事实上,在二战结束之后,美苏等国的导弹之所以能够发展如此迅速,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美国和苏联在二战结束后, 从德国获得了大量有关V-2导弹的设计数据以及实验参数。